都尚未有回应 开枪蒋湾直球对决 面对中国持续动和台湾 蒋湾要选台北市长 态度得先拿出来 不只如此 蒋湾父亲蒋孝颜 身兼中国台商促进发展协会理事长 也被质疑蒋家和中国之间关系不单纯 蒋湾的爸爸 已经是被法院认证 收了台商的钱 收钱不办事 当蒋湾的父亲 面对他所成立的 中国台商发展促进会的 这样理事长的这样一个职务 当他拿到了首都台北 他的父亲会不会重新的 让我们的首都台北 我们的台北市政府 成为中国买办的大复活 针对买办问题 蒋湾尚未回应 不止中国问题 陈世中进办也加码 之一柯文哲和财团友好 包括大巨蛋 跟北捷酬庸等相关正义 但柯文哲在2018年连任之后 他派了他的高中同学 李文中 去询问 去呛吓当时的都发局长林周明 都发局对大巨蛋 还是严审的话 大家走着抢 就连父邦九位独董 四位就有民众党籍 乔蛋 人事重拥 黄珊珊 你当选市长之后 会不会换掉 李文中等柯游泳 选战倒数 陈世中竞选团队 逐一项讲完黄深山提问 毕竟中国和财团问题 首都市长无法回避 三日轩网站 我们去询阅小组 台北报道 而选节已经到